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奇少得病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88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物影暗藏 今天的话用载具作为一个开场白 那就知道它是一个同模的玩具 先前现在很难买到的塔恩 现在价格到底到哪里 大家可以留个言 这款玩具做的相当可以 它的坦克形态人形态都是官方近期的一个佳作 而这次的物影暗藏的话 除了改头条之外 大部分的东西都一样 但是它多了一把50刀 那么以玩具的做工来说 很明显的我在变形几次之后 物影暗藏的一些关节的松弛度是比较弱的 也就是大家经常知道的 说什么同样的模具 经过了再次的使用会变松 这个从我入坑以来 已经听了十几年 那这个模具会变得比较差 这个究竟是 它的原理是什么 有没有能可以更详细的给大家做个科普 留在弹幕或者是留言区里头 那这一次的物影暗藏的配色的话 如果说你不喜欢的人会觉得它比较山寨 确实它很鲜艳 那有一些就是地堂货的一个玩具的一个配色的感觉 那物影暗藏过去的载具 确确确实也是坦克了 那这一次用了塔恩这个模具 我觉得还不错啊 那只是说这个配色你能不能接受啊 还有它的做工确实是有所下降的 那以坦克的形态来看 它的透明部件在这个前方这里 涂的还算可以啊 虽然说颜色有一点点没有完全压过去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款坦克来说 它不需要多非常的精美啊 有一些小瑕疵看上去也是不赖的 那么上方炮这里也是一个透明部件所涂出来的 那作为一个坦克呢 它的炮塔可以转动 那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给个60分了 下方的是有履带的刻画 然后也做出了轮胎的 重点是真的是刻画而已 它并不具备滚动性啊 就比较奇怪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 或者是说你这个把它顶住来呢 是为了不要让这里去摩擦到啊 anyway 反而就是作为一个坦克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外星坦克来说 这个形象还是比较漂亮的 那如果你喜欢低调 或者是说这个比较有尊重到援助设定的话呢 那当然还是入手谈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物影暗仗的变形过程 首先武器呢将它给取下来 上面这个脚的话呢把它给推开来 那往下稍微打正一点就行了 然后脚底板翻上来 两腿呢做一个打开 手的话呢这里可以这里解开 松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将这个手臂的部分呢 这里这一块部件往这里 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挖出来 然后呢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往上推上去 这里有个凸跟然后的结合扣上 盖板把它盖回去啊 这里要稍微硬压一下 把它推回它原来的位置啊 那胳膊的话呢是这个样子 它的这个护甲呢本来是人形的时候呢 就转到外侧 好这样可以啊 就是人形跟载具的时候呢是两侧去做一个转动的 那另外一侧的话我们变形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推开来推上去 这里盖板盖起来 然后拳头的话呢 你就转到这个方向啊 你顺着这个拳头可以弯的这个方向 手肘可以弯这个方向就对了 那这个你看这个都是人形的一个样子 那就把这个护手臂啊 推到外侧 再来的话呢 坦克的这个前头这地方推开 这里要旋转180度 然后呢后面两根天线 这个时候要转到上方了啊 再来的话呢把头稍微推出来一点点 那两侧部件呢稍微再往两侧可以再拉开一下下 然后呢把它转到上方去 把它整个胳膊给转上去 转上去的时候呢 正常会把这个板子呢顺便推下来 那我踢一下 物影暗胀的这个地方的C型扣啊比较松啊 是比较容易去在变形的时候就把它给推掉下来的啊 那这个头的话呢把它给翻出来 到这边 那这个侧边这里转到一个 它有一个灰色的凸 对黑色的凹 转到同样的位置之后呢 把它往内推进来就可以了 胸甲再放下来 然后呢脚恢复圆状 头这里 头啊 这个应该是头先下来到这边 把这个灰色的凸扣进橘色的凹 那最后这个背包就往上面推上来 它有一个橘色的凸跟黑色的凹的一个结合 我已经想不出有什么橘色的人种啊 所以就不要问我这里为什么没有开车 是我开不了车 那么呢我们的这个物影安葬的这个变形就算OK了啊 那它的武器的话呢 你可以一样跟塔一样扣在侧边 这里当然也是没有问题 那也可以把它扣在背后 扣在背后的话就把这两侧天线给放下来 然后呢这个部件扣上去 那么这个炮的话呢把它往下面降一格 往下降一格到这里 然后呢怎么样 往前面推过来 这样子的话呢也有一个肩炮的一个 视觉上的一个感觉 好 这看你个人的偏好啦 我就觉得 这叫我给它弄个肩炮好像也是可以 因为它手上已经有武士刀了 所以我们这个炮的话呢 我想说就不要再另外拿在手上了 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呢 跟塔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隔的 外观上的一个区隔 这个地方我没有把它给 哎 对 头没有把它给扣进来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两个玩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状况 那模具的话 反正就基本上只有头啊 头有替换 其他的部分 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那物影安装就是多了 这把武器 那么头雕的话呢 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 它是它没有没有透光 眼部的话没有透光 后面的话直接是一个非透明部件 比较可惜啊 这种后面挖个洞多好啊 那毕竟都有一些透明零件的一个使用啊 包括胸甲炮都是 那它的一个关节的话呢 就是感觉吧 就是塔恩会稍微好一点 这一款松的速度比较快 摆头肌拳头都是可以转动 腰身也可以动 脚前后体膝盖弯超过于90度 脚踝接地 而且这个脚底板很大啊 人物的站立性还是相当的不赖的 那还是那么一句话 如果说你二选一 你要挑做工好的 那塔恩的话算是完全的胜出 完全的胜出 那我一按账的话呢 就看你是收集角色的 一个念头 还是说你喜欢武士的造型 就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 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做工比较差 那配色比较奇葩 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